亲爱的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平安 神的话鼓励我们在这末后的世代 靠着圣灵的帮助 把智慧和启示的灵伞给我们 我们就能够更认识神 而但以礼书鼓励我们 唯有认识神的子民必要干强行事 所以圣灵今天帮助我们 能够看见并且明白神的话 今天我们的生命在神面前 就靠主干强而且得胜有余 我们一起来聆听今天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九到二十二节 论到那些先知 我心在我里面忧伤 我骨头都发沾 因耶和华和他的圣言 我像醉酒的人 像被酒所剩的人 地满了行淫的人 因妄自赌咒地就被挨 旷野的草场都枯干了 他们所行的道乃是恶的 他们的勇力使得不正 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亵渎的 就是在我殿中 我也看见他们的恶 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此 他们的道路必向黑暗中的滑地 他们必被追赶 在这路中扑倒 因为当追逃之年 我必使灾祸临到他们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 曾见愚望 他们借巴黎说预言 许我的百姓以色列走错了路 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 曾见可憎恶的事 他们行奸淫 做事虚妄 有奸过恶人的手 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的恶 他们在我面前都像索多玛 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像俄摩拉 所以万军之耶和华 论到先知如此说 我必将阴沉给他们吃 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 因为亵渎的事 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流行遍地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 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 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 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 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 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 耶和华说你们必想平安 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 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 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 得以听见并会晤他的话呢 有谁留心听他的话呢 看啊 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 已经发出 是爆裂的旋风 必转到恶人的头上 耶和华的怒气必不转消 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 末后的日子 你们要全然明白 我没有打发哪些先知 他们静止奔跑 我没有对他们说话 他们静止预言 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 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 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 和他们所行的恶 今天的主题是 属灵领袖的罪恶 使全地变为黑暗 属灵领袖的罪恶 会使全地变为黑暗 所以我们需要常常为 在善执政掌权者祷告 不过在今天的 约理米书23章 9到22节讲的属灵领袖 好像不是那么样强调 君王跟祭司 主要的还是指着 先知这个职份的 第9节说 论到那些先知 我心在我里面忧伤 我骨头都发脏 因耶和华和他的圣言 我像醉酒的人 像被酒所剩的人 当然他不是光指着先知说的 第11节说 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亵渎的 就是在我殿中 我也看见他们的恶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们看见旧约里面三大职份 君王 祭司 先知 君王的影响力是最大的 那君王如果沦陷了 那大概 祭司就会沦陷 也就是说好的君王 会维系一个 纯净的 祭司制度 因为好的君王一定寻求神 那他寻求神一定要有 祭司制度来成全 他对神的心意 也领受神的祝福 那每一个世代的好君王 神也乐意掀起先知 代表他 向君王也向百姓 传达他的心意 那如果我们看见 如果君王 这个败落了 那整个国家陷入黑暗 那么神还是常常乐意在各世代掀起先知 但是先知常常就会受逼迫 甚至是殉道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 特别是在旧约里面 先知好像是三大神所恩高职份里面的最后一道防线 众使是君王沦落了 祭司沦落了 总是觉得先知总会守住那个底线 能够为主站立 我们也从旧约里面看见许多伟大的先知 他们的确如此 众使在整个黑暗世代里面 他们还是靠主站立 而且勇敢传讲神的心意 甚至陪上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这是先知令人敬重 也是先知令人感动的地方 不过今天约里米苏23章说 那个世代的先知 就是要被掳时期 国家已经在存亡之丘了 唯一还有一点点的机会 就是要赶快悔改 透过悔改 或者还能够免去这灾 纵使不能免去至少能够延后 纵使不容易延后 也能够减轻 因为悔改 向神可以使神管教的杖 高高的举起 但是轻轻的落下 所以约里米是真先知 他早就看见现在的危机跟窘迫 可是偏偏那个世代兴起了一些假先知 他们为了讨百姓的欢喜 不按神的心意传讲 只按百姓的喜好来发言 甚至他们假冒神的圣名 都说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像我说 耶和华是我做梦 所以我告诉你们都很平安 约里米心就因此忧伤甚至发胀 像第九节他说的 我的心在我里面忧伤 我骨头都发胀 我们从今天的第十三节 可以看见 为什么耶和华的心如此的忧伤跟急迫 十三节他说 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 曾见渔望 他们借巴利说 语言是我的百姓 以色列走错了路 所以北国撒玛利亚已经亡国了 沦陷了 现在只剩下南国了 可是十四节他说 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 曾见可证悟的事 他们行兼营做事虚妄 又兼顾恶人的手 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们的恶 而十四节的后面形容 现在南国犹大跟耶路撒冷的光景 说他们在我面前都像索多玛 耶路撒冷的军民都像俄摩拉 索多玛俄摩拉不只是罪恶通天 而且是带来天火的审判 这个审判就无可挽回 耶路你知道已经在最后时候了 所以他再次大声疾呼 他的心在里面燃烧沸腾 他的眼中流出那些怜悯 但是也是焦急的眼泪 他充满了爱跟怜悯 但是他的心是焦急是火热的 可是他这样的吉夫 并没有担待从君王到百姓 并没有真心的向神做回应 反而是假先知大行其道 所以在今天后面的21节说 我没有打发那些先知 他们静置奔跑 我没有对他们说话 他们静置预言 22节 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 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 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 和他们所行的恶 可见假先知 所有所说的 神是不印证的 而真先知 他又是好像取高和寡 是孤单的 因为说的话刺耳 虽然是真实的 但是百姓的心 好像游蒙的心 是被蒙蔽谎言的灵 所整个遮掩住 所以百姓喜欢听 想要听的 就是一切都平安 但是约利米苏说 马上灾祸 死亡 审判 亡国 通通都要临到了 所以在丹带 实在约利米被称为 泪眼先知 他因为明白神的心意 又看见丹带的光景 他的心肠是被撕裂的 但是他忠心于主 他也知道王国是无可挽回了 他只忠于神所托付 他要做的事 但到新约的我们 其实我们人人受圣灵 我们里面其实都可以 有一个神圣灵给我们的高摩 做君王 做祭司 做先知 所以我们可以彼此造就 安慰 劝勉 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可是我们需要从圣经 包含旧约这些历史书 还有先知书 我们学警戒 我们也得着正确的方向 能够做正确的选择 然后善用神在新约恩典世代 给我们诸般的支援 给我们宝贵的圣灵 给我们属天的恩赐 我们可以走得更好 不然多给谁要 像谁多要 少给谁就像谁少要 新约的恩典世代 我们要善用神给我们 这些宝贵的话语 和圣灵的帮助 开始运用属灵的权柄和恩赐 能够建造教会 能够造就神的子民 我们一起靠着神的恩来回应 我们一起祷告 感谢天父 谢谢你 身上 透过耶稣基督 身上高天 将诸般美善的恩赐 赏给世人 如今我们在你的恩典中 都领受了 包含 你也把一个 启示性的恩赐 透过圣灵的帮助 把智慧和启示的灵 赏给我们 为要叫我们能够明白 你的心意 而且有力量 行在你的心意中 如今我们也靠着你 给我们的恩 能够学习做神 摆帮恩赐的好管家 在神的家中 彼此造就安慰 劝勉 也将神的心意 带到这个世代 广大的百姓心中 为要叫他们的心被挽回 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透过泪眼先知 约利米鼓励我们 为着神的道 能够坚持 能够向前 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 满得你的闪失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